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嗨 大家好 之前给朋友们分享了几个视频 关于种植这种五指茅桃 今天呢 我们就仔细来分析一下 种植这种五指茅桃的项目 它都有哪些优点和缺点 说起它的优点 我们可以分成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它的产值还是挺高的 它单颗的产量 可以达到五斤以上 目前的价格呢 在六块钱左右收购价 也就是说 单颗的产值可以达到三十多块钱 像这里一亩地 种了有一千多颗的五指茅桃 也就是说一亩的产值呢 是可以达到三万多块钱的 它第二个优点呢 就是说它非常的便宜管理 像这一片五指茅桃啊 种下去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 它长到了一米多高 在这个时候啊 病虫害的防治 基本上不用担心 然后呢 也不需要人工除草啊 它下面因为没有光合作用 所以这些杂草啊 都很难长起来 也就是说 到了这个时候啊 几乎可以让它自然生长 它的生命力还是很顽强的 它的第三个优点 相对于其他的养殖项目来讲啊 有着绝对的优势 因为你不管是养鸡养鸭 到了该上市的时候啊 你就一定要拿出来卖 如果不卖的话啊 你就一定要饲料继续去喂养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成本 但是五指茅桃不一样 到了该上市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行情不好 你可以让它的土里面继续的生长 你不会有什么损失啊 它可以继续长大 而且呢 就算你把它挖起来呀 做成干货 也是非常便宜存储啊 不会过期 不会像一些水果一样烂掉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我们说了这么多它的优点啊 其实种植这种五指茅桃 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那就是它的周期很长啊 像这一片五指茅桃呢 种下去已经八个月的时间了 你别看它现在长得很高 其实啊 还远远没有达到彩蛙的时候啊 这种五指茅桃 从种下去到彩蛙 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 这一个周期啊 相对于其他的一些种养殖项目来说呢 还算是比较长的 如果说你想在短时间之内 获得收益啊 那种植这种五指茅桃 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实每一个种植项目啊 它都有好的一面 也有不好的一面 朋友们 如果想从事种植行业呢 一定要考虑清楚啊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去分析 选择 适合自己的项目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想来解更多这方面的知识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再见